他说对于每一个自然数n 那an是等于n平方减n加41 这样的数量是不是都是值数呢 对这个问题啊 小美他把他列一个表 他说 他将这个n等于1到10 分别带入这个an 得到下面的表这个值 n现在是用 1到10 带进去呢 这个an 里面 就得到4143475361718397113131 好 那你发现这个10个数他都是值数 那根据上表小华就大胆的预测 他说对于每个自然数n 上面这种数n平方减n加41 他都会是值数 那这样的推测证据吗 那你认为呢 你觉得 这个是不是都是值数呢 那你看嘛 用1带进去值数啊 2带进去值数3 但要10都是还是值数 那是不是每一个自然数带进去 他是不是应该都是值数 那我看我带了10个了都是值数啊 好 这样的问题呢 就是说你在带的过程之中 你这个 这个设计过程有没有 这个延续性的推论 如果延续性的推论的方式都一样 那当然 你得到这个结果就会有延续性 但是对于我们这个直接带进去去测验 他是不是值数我们 看不出来他有什么 类似的推论 他只是 每一个每一个去单独做测验 所以 虽然这前面10个都对 但是并不能 表示说 后面的所有的数都会对 好 后面这个会不会对呢 我们不知道 每一个题目都不一样 那如果针对这个题目来讲 其实 我们可以 往后面再多做一些 其实会发现 有一些数 其实他不见得是值数 比如说 我把n呢 用41带进去 那你觉得 你发现到 这个 41的平方 41的平方 减掉 41 再加 41 这个数呢 这个是 a41 a41 等于这样 那 你发现这两个消掉就等于41的平方 41的平方当然不是值数 所以 这个是错的哦 那所以我们 就要想说 那 我这样如果要证明一个 后面都对 的话 我是不是就 很难去证明 因为 我不知道要 写到什么时候啊 我写了十个 还不能说对 那写一百个吗 一百个可以的吗 那一百个如果还不够要写一万个吗 那怎么办呢 好 没关系 针对这种数学问题 我们数学有一种方法 叫做数学归纳法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解 什么叫做数学归纳法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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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